我們遭到紅衣女鬼化身的大鳥竹子拍攝了 我們這一天到烏日鬼屋拍攝的時候 我有讓這支鴨瓶更豐富 因為這支烏日鬼屋在我旁邊看 時候我就看到裡面生什麼樣子 我們就拍那個空拍機 升空打算拍一段鴨瓶給各位觀眾看 結果你知道我們空拍機一升空 就遭受到一隻鳥的攻擊 這隻拍攝的大鳥你公佈不知道 比我的空拍機超大超一倍 一直攻擊著那個空拍機 不讓它進行拍攝 那一陣我們工作人員也不以為意 仍然堅持拍攝 結果呢 竟然它就繞另外一隻大鳥 一起來加入驅趕我們空拍機的拍攝 實在太恐怖了 等一下你可以在我們空拍機的畫面 永遠可以看到那個鳥的翅膀 因為一陣這隻怪鳥 試圖把我們空拍機給擊落 紅衣女鬼 好像沒想要給外面的人看清楚 烏日鬼屋的外貌 讓這個烏日鬼屋更增添了神秘恐怖的感覺 大廟這間廟就是台中不日的鬼屋 他叫我們網友票選 成為台灣十大鬼屋之一 他為什麼怎麼會變成鬼屋呢 是因為有幾個女人 他叫渣男起床乾淨之後 身穿紅衣紅鞋 為什麼要穿紅衣紅鞋 因為相傳只要你穿紅衣紅鞋 你就可以變成立鬼 可以保守 所以他有帶著 怨恨在房內上吊自殺 之後這間被稱為 烏日總統府的豪宅 他就變成熊宅 不會啦不會不會吹你 傳出了很多靈異事件 因為他對面是加油站 有一天騎乘機的大哥 他騎乘機來加油站要加油 他就看到有一個穿紅衣 長頭髮的女子 站在二樓棠門旁 還揮手打招呼 不然是叫他過 最後這一大哥 他也歪咬 以往是吹下去就趕快跑了 還有住進鬼屋裡面的房客 表示他本來是睡在二樓的主臥室 結果他剛起床你知道怎樣嗎 結果是睡在鬼屋外面的 外面的草皮的臉上 難道他叫女鬼還移動嗎 後來甚至發生了火災 有夠奇怪的 整間住都熱鬧鬧 怕有二樓主室那間主臥室 他沒有大火波及 你說這是什麼 鳳衣女鬼仙靈庇佑 這間在台中烏日的鬼屋 在四十幾年前 是由一名已婚的詹姓附殺 他來建的 當然是為了要去別宗 他跟一個大大鳳林酒家上班的小山 綽號叫做文文的酒家路 就一百萬的酒鑽 富山都開了一張空壺資票 他跟文文說 但這間別宗開了之後 他會讓文文換來大 還帶他來做 文文齁 一聽說自己可以對小山變成正宮 喔 歡喜跟誰都合不合起來 就馬上啦 表會啦 救錢啦 讓我這個詹姓附上 想要這樣 這間別宗開好之後呢 詹姓附上 這兩把拉票跳票 不知道齁 沒有實現諾言齁 都當民啦 第一民說 沒有人孝來說 我哪有給他救錢 你敢有什麼救條 蛤 我敢有什麼救條給你 啊這文文齁齁 他就感覺自己齁 人才兩師 也沒心情齁 去那個酒家都繼續上班了齁 這個詹姓附上 真的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人 身心瘦創的文文齁齁 有一天齁齁 看著風雨嬌佳的暗示齁 穿紅衫 紅衫 翻牆下去那個 二樓的主臥室 上吊結束自己的心命 啊你知道為什麼 他會穿紅衫紅衫嗎 因為啊 要變成利鬼了 就一定要穿紅衫紅衫 這樣就能變成利鬼來保守 而且sf inhabable 破了 可以被他足配人 痛快的折磨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齁 這個警察培 是有很大的仇恨 他也算做利鬼 也不讓他幫過沾性負傷 � op 最好的 後來這間本廠就開始鬧過了 我後來也聽到 弘衣女鬼的大衣的床頭面前 好啦 還有一天晚上附上 小人去對面面前一晚回來 結果你敢知道 老闆隆重煮兩碗麵給他 這個渣男占星附上有感覺很奇怪 他問老闆說 老闆 你當作我是很厲害 煮到兩碗 要叫這名單的老闆說 你娶的女朋友這麼漂亮 老闆讓你們兩個公家吃一碗麵 這個專性附上登場 就剩下流出來 不然身體變得越來越壞 之後呢 也經常看紅衣女子 從廚房走走走走走 飄來飄去 不然在那一家大客廳出現 一家大廚房出現 不然這專性附上 他不敢多大 這個渣男怕怕死 要用這個別種 小小的沒丟 雖然目前 他這間孤日鬼屋 雖然太大了 但是其實你知道 這間孤已經穿幾雙手了 很小人來住 待不下五個月就隨便走 雖然你知道嗎 這間海中烏日鬼屋 我都發現什麼怪書 你知道嗎 近年剛來這裡有很多房客叫阿姨 他說 這間別種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二樓主臥室 有這間 他當中加班實在太累了 兩湯三塊來洗腦的 開來都沒有了 他就倒在面塵墊 就呼呼大睡 說得很大聲 結果他不像半夢半生當中 隱約看到一個紅衣女子 還要說 你也去洗個行車 整個都在我的臉上 結果阿姨說 你不要吵 這間房子是我 你吵什麼 結果你繼續睡 結果你站起來 阿姨發現自己 建立在樓梯 旁邊 自這天之後 只要他加大那間 自我睡 假日不是睡在本廚 不然睡在肚房 不然睡在肚房 睡在院子裡面的肚房旁邊 那天走到 他實在 不覺得繼續長大 但是 因為這間房子 真的太熟了 做金快 只要八千塊 買去找八千塊 這麼熟的 房子 這麼大 都這麼大 因為 讓這間房子的陽氣 都更旺盛 他就叫他們工場 這些人 就那個妻子 到他們家的 開派對 叫他們整天人 坐三台客人車 在他們家那時候 他們旁邊說 欸 阿姨啊 你實在不夠意思 你說你沒有妻子 叫我介紹妻子給你 結果呢 你們家有這麼漂亮的美女 大廚的 你都跟他帶妻子回家 開派對 他就順著他們朋友的 畢業的方向 看過去 嚇死人 當場 他就戳了戳了戳了 他問民間有一個 紅衣女子 臉色穿白的銀 最恐怖的是 這個雜音到比宗子 叫他們混蛋 嚇死人 嚇死人 阿姨啊 不然我們大家趕快走啦 經過太多 太恐怖的事情了 阿姨啊 也是決定說 要搬離開一間八重 雖然這間房子的 出桌只有八千塊 但是他也沒有用力 繼續躲下去 搬家那間 他整理好房間之後 他就想要滾蛋了 剛好要走下樓梯的時候 那個主臥設門 平衡一間落雙 自己關起來 嚇死人 說我不敢啦 抱歉啦 我不敢都嚇到你了 然後快速的離開 這間烏日的鬼屋 這邊有一個 六房媽 就是 被號稱為 生理媽的媽祖 躲在鬼屋附近 這間廟裡的理事長 黃先生 他就表示說 整年前 他親眼目睹 這女鬼 因為這間別總 就躲在高車站附近 有一天 他躲在高車站上去 爬到霧峰上去 結果 開到別墅旁邊的高車站上去 一開始 一開始 他都自己眼花了 這個理事長 他想說 那不是 有人想不開 想要阻鎖 這個理事長 他就 靠當地看 結果 這個女子 近年消失不見了 這附近也有一個里長 真要拔的 沒有拔轎 他會死 他聽說 早期那個鬼屋打牌 一點不可能 有人發現 也沒辦法去報警 所以 他就丟三個拔轎 倒閉去那個鬼屋打麻將 結果打了一拔的時候 發出水槍 原來是 警察 破門而入來抓人 他四人走到 快跑 荒亂當中 四人全部 然後 他就問警察說 奇怪 我們拔轎應該是 沒人知道 警察你怎麼知道 我們拔轎 警察說 因為他有接到人家報案 有一個女子 打到他們去警察局 說 有人拔轎 叫他們去抓轎 所以警察才會過去 捉毒 然後有人拔轎 說 有人拔轎 拔三天 他就 他就 叫你知道 當中 就有人 怕不知道 很不怕死的 就進入鬼屋挑戰 結果 他不敢睡在臉上 他有 我們早上的摺疊床 就不敢睡 結果今天第一天而已 不要說三天 他睡了一半 這棉村 就 橙空飛翅 整個人 摔到牆壁上 走到 當場落荒而逃 差不多二十年前 這紅衣女鬼 就找 漢西的廟公 說 他要跟他民婚 本身 已經結婚了 那個廟公 他帶他們 這個過夫大一陣 他就稱呼 紅衣女鬼 叫仙孝 他表示 當初時 這個仙孝找他 要求他民婚 他一開始他也沒有答應 他說 我對他帶母 都帶女鬼 做生意 這樣對 不然 發生一些怪事 之後 他比較答應 跟這個女鬼 民婚 這個廟公的母 他說 住在這裡是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他認為 只要尊重這個紅衣女鬼 這個仙孝 他對他們很好 也經常讓他們 丟六合彩 那時候 有接受記者 裁縫的廟公 他就說 住這家家幾年了 要有一天 他也不知道是怎樣 整家家 熱鬧鬧鬧 怕那些 生孝大一間二樓住 或是都沒收到 謝謝您今天觀看 就要訂閱 按讚 開啟 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打開小鈴鐺 叮叮叮叮叮叮 按下訂閱 打開小鈴鐺 叮叮叮叮叮叮